我們今次講到認識人心層問題 第五,對不起,這裡是寫的第四 第五就是講到處理情緒、習慣和忍 耶穌認識人,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問題 耶穌知道我們人心的問題 祂知道,我們都應該知道 我們之前有講過罪性 我們認識我們的罪性,如何處理 然後我們的信念,因為我們信以為跟從世界是好的 或者是別人罵我,罵他是對的 這些信念,或者在世界追求世界上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是一些信念,是會影響整個人的 然後自卑感,就是覺得自己沒用 自卑的人又想自誇,想認識人的 以及受傷害,潛意識 每一次受傷,或者聽到不好的東西 就會入了潛意識,潛流在這裏 我們這次講情緒 在這個星期,因為我有時上網都看不同的資料 就是看到有幾樣東西 之前有些我已經看過了 加多一件東西,原來是對於我們的遺傳因子 都有一些影響 我會解釋一下情緒如何影響我們各方面 當我們去認識情緒的時候 我們發覺其實有很多人長時間被情緒控制的 我想在你周圍都不缺乏這些人 即是很煩啊,不開心啊,想死啊 想想一些不好的東西啊 而那些人不處理生命,不處理情緒 一世都可以被情緒控制的 一世都是 那這裏的圖下面就說容易受傷害 信從負面的情緒 然後呢,我們改變就是 首先從神關係好了 以神為樂 為自己有的而喜樂 就是感謝神,我有的一切要清理垃圾 人就越來越喜樂 我們首先都會說一下原來情緒的影響 第一樣呢 原來全身每一個系統都受情緒的影響 那由中間的腦部 一會兒我也會說腦部的 皮膚,那些人不開心 那些人發覺皮膚乾燥的 呼吸那些人都好像武器一樣的 賀爾蒙 一會兒我也會說到賀爾蒙身體影響的 排泄會受影響 有些人原來他們不是每天都有去大便的 他們的腸胃不是那麼好 或者肌肉鬆弛 神經亦都受影響了 免疫能力容易有病 消化系統、心血管 各方面都可以受影響 全身都可以受情緒的影響 那這裡呢,講到老神經 我們的老神經是很奇妙的 神創造我們是非常之奇妙 那麼我們裡面是有很多很多 極多極多的線路 的神經細胞在腦裏面 那些數目如果 因為它非常幼細 如果這些所有的腦神經細胞 變成了電線 是需要用很多個大音樂聽 才能安裝這麼多的神經線 在裡面的 那麼我們身體每一個部分 都傳遞一些電去腦裏面 但是腦裏收到不同的電訊息 就懂得說這個是聽覺 是聽到聲音 這個是音樂 這個是小提琴聲 我們會懂得分辨的 我眼睛看到了 這是一朵花 這個是我看慣這個朋友 這個家人 我認得他的 這個老神經有很多線路 是記憶了 將我們 即是有些線路 我們記憶了 有些特定的線路 好了 很多人的特定線路是甚麼呢 被人罵就很不開心 哎呀死了 很慘了 哎呀 人家又罵我了 真是很不划 他真是壞了 又想罵他 這是一個線路 他定了一個線路 他有甚麼不開心 他即時想爆炸 這是一個不健康的線路 需要學習一個健康的線路 是需要用時間的 右邊大家看到一些高速公路 很多這樣的線路 有高速公路 所以我們坐車 譬如駕駛 如果駕駛 走一些繁忙區域 真的很久都行不過 但如果你走高速公路 很快就可以經過 很多地方 可以很快去過 我們全身 其實有很多這些高速公路 就會傳遞信息 所以小朋友他開始學走是很困難的 但是年紀 即是我們成熟之後 小朋友的時候一學會走就又會走 到了年紀大 又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他身體系統的聯繫又不好 走路的時候會跌倒 就是我們本身有這些線路 這些線路通常來說已經穩定了 很多人一輩子都不改 你發現有些人罵人一輩子都會罵人 有些人煩惱一輩子都會煩惱 有些人經常都自怨自毅 他永遠都是自怨自毅 他心裡的線路已經定了是這樣的 我們基督徒學習就是改變這些線路 不再是跟從這些世界的線路 是跟從神的線路 原來情緒是影響我們這些神經線路的 影響是很大很大的 而那些人整天的煩惱 是擁有老人痴癌症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逃避 避開老人痴癌症 就更加有平安喜樂 你的神經會更加正常 神經線更加正常 另外荷爾蒙 我們身體有很多種荷爾蒙 其實我們身體的每一種功能 都是有荷爾蒙去控制 你吃到甚麼 身體就有荷爾蒙 告訴身體你要出甚麼消化液體 我們譬如 為甚麼媽媽到寶寶出生那天 才有奶出來的 就是因為身體有荷爾蒙 當寶寶出生 他馬上會通知 他要出奶給寶寶喝 這件事是很奇妙的設計 第一 我說一下這個神的設計 首先奶含有 有些人說奶是偶然變出來的 你想想鼻涕 其實鼻涕你別以為是普通的東西 它是有殺菌的作用 它是身體有不同的功用 奶如果偶然產生出來是鼻涕 寶寶吃了也沒用 但是奶是有甚麼呢 有蛋白質 有碳水化合物 有脂肪 有維他命 有抗生素 還有就是 抗生素 剛才說抗生素 它能夠幫助孩子抵抗疾病 所以那些嬰兒如果完全沒有喝媽媽的奶 只喝奶粉 它是得不到這種抗生素 是在媽媽的奶上才有的 這個身體裏面有很多種荷爾蒙 而我們開心有開心的荷爾蒙 我寫了幾個 Dopamine Endorphin Oxytocin Melatonin Melatonin是幫助我們睡覺的 這些身體發出來的荷爾蒙 當一個人開心的時候就會正常 所以開心的人就容易睡覺 人不開心時經常想起不好的事 他是很難睡覺的 在針妍說起落的心乃是良弱 一個人開心好像是良弱一樣 他的身體就會出好的荷爾蒙 其實大家 譬如在這一陣子放鬆的人 多謝天父 放鬆的人 深呼吸幾下 多謝天父 你發覺身體有一種舒暢的感覺 這就是當你的身體是舒暢的時候 就會發出一些荷爾蒙是令你的身體舒服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 他們不會經常發出這些開心荷爾蒙 他很多時候是有些悶症的 有些悶症時出的荷爾蒙 如果你經常都是開心、平安、輕鬆 你身體經常出這些開心的荷爾蒙 是對你的身體有幫助的 你得力在乎平穩、平靜、安穩 當我們平靜的時候 身體更加出一些好的荷爾蒙出來 在一個人有些危險的時候 譬如有老虎跳過來 一定需要馬上離開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出不同的荷爾蒙 這個其中一種就是腎上腺和Cortesol 這些就是幫助我們在那時候 立即要 英文這兩個字就是Fight or Flight 就是要是打、要是就走 譬如有一個人打,要是打他 要是就走 這個就是身體立即有的反應 譬如被人罵 我們就會出這些荷爾蒙 但是被人罵完應該不出 但有些人就不是 他真是壞了 他經常罵我 我真是很不值得 我要罵他 我怎樣報仇 他的身體就不斷出這些荷爾蒙 不斷出的時候是對身體很有害的 有些實驗說到 將這些荷爾蒙抽出來 注射是老鼠都會死的 原來這些荷爾蒙是會傷害身體 如果長期出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經常都說 哎呀那些人真是壞了 我很生氣他 我很討厭他 我不喜歡他 他經常都在這種狀況 他就會長期出這種荷爾蒙 是對他的身體很大破壞 但他人平穩安靜是很好的 原來我們看了 第一就是講到對身體各部份 第二就是對於腦部 腦部的神經 那些線路是會對我們更加好的 第三就是這個荷爾蒙 第四就是這個就叫做epigenetics 如果大家聽過 Genetics這個字就是遺傳學 這個就叫做表觀遺傳學 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左邊這個圖 這個就是雙重的旋循環 這個就是遺傳因子 DNA 英文叫做DNA 這個遺傳因子 譬如他們試過有找一些人 是媽胎 下面這個就是一個雙胞胎 兩個是一式一樣的 遺傳因子是一式一樣的 但是兩個人長大之後是不同的 那為什麼不同呢 有不同的原因 引致他有不同 上句又說到他的情緒 情緒原來影響他這個 遺傳因子的運作 他的信念 因為他信自己沒有用 他的信念影響他的情緒 影響他每一件事 他處事 譬如有人罵他,他又罵人 有機會利用人 傷害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 他處事的方法 或者他遭遇他又不懂得去處理 他們做過的實驗就是找一些老鼠 原來老鼠和人一樣是很需要摸的 即是他的媽媽就舔他 他們做的實驗就是那些老鼠仔 給媽媽舔長大那些 其實他的時間很短 因為老鼠的壽命是很短的 舔的時間,照顧他的時間是一個短時間 但是那時候如果沒有媽媽照顧呢 他大了之後呢 很奇怪,好像人一樣 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他就會震腾腾的 老鼠也會 他的反應是不正常的 是很容易猛疹的 那些老鼠是不正常的 而这个影响他们就去找 为什么有这个影响 还有他们的运动 比如一个人经常都不运动 从小到大都经常坐在那里 还有吃垃圾食物 它就会影响表姬遗传 看看是不是这个打错了 表官,对不起,不是表姬 先看看,表官遗传 这件事是什么来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DNA 在左手边,遗传因子 上高,这些图片而已 一粒粒这些,它不是一粒粒的款式 这些是什么呢,是甲基 那甲基是什么呢 简单是一个开关制 指令 它就会说这个遗传因子 用不用 譬如很简单 我们全身 眼、耳、口、鼻、脑、脚 身体每一个内藏 都是同样的遗传因子 但是 我们的眼睛就不会消化的 它不会出消化液的 腸那里那些细胞就会出消化液 但是同一个遗传因子 为什么那里出消化液 其他不出呢 因为它有这些甲基 开关制 在眼中的开关制就是 不要出消化液 不要做其他工作 主要是负责看东西 脑那些就不要做其他东西了 就只是做一些讯息的传递 这个就是说 将它那些遗传因子开和关 还有正常的运作 正常和有时开得太猛都有 有时开得不正常 大家看到这个右边的图 右上角那里 就是一个正常的甲基化 就是这些遗传因子 它会运作的时候 就是它有甲基化 就是它这个过程叫甲基 总之开关开了 正常开了 这个人正常开了 它就会正常健康 左下角那里 它过度或者太低 开关有问题 开关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因为它情绪 情绪 很简单一个 我们会经历到的 你被人骂完 或者有什么事发生 你立刻没有胃口的 就是你的肠胃立刻告诉自己 现在不要消化 因为用了很多血 不要消化了 现在就要去处理那件事 当我们长期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肠的功能 就会关掉很多按钮 那些肠就不懂得消化了 所以那些长期有情绪问题的人 他们的消化问题 是很有问题的 有很多人就不知道 原来我们的情绪 和我们怎么管理生命 是影响着我们遗传因子的开关制 当它影响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下面 红色框着的字 情绪、信念、处事、遭遇、运动、食物 和各样发生的事 影响着这个表观遗传 就是它这个英文叫epigenetics 就是这个开关制 就是说开关的这些遗传因子 而这个epigenetics 表观遗传就影响情绪 和整个人 每一样东西都影响了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人 同样是同样的遗传因子 为什么一个的样子是年轻一点的 有一个是老一点的 皮肤又老化一点的 还有你看到它的纹 那些人在口的旁边是深一点的 为什么两个人是不同了呢 因为它这个开关制有问题 原来我们的情绪 就会令到那些人的开关制有问题 为什么有些人睡觉很难睡呢 因为它这个睡觉的释放melatonin 首先我们讲这个睡觉这个 这个 这个 韩尔蒙失了平衡 所以它睡觉有问题 它消费有问题 当它消费有问题的时候 它整个人都有问题 因为它营养不够 原来 我们不知道 我们每天的情绪 是影响着我们整天的 影响着整个生命的 好了 这个我简单说 如果大家懂英文的 上网看是很多的 中文都有的 不过中文那些字很深的 我看中文那些字 我反而看不明白 我看英文那些 我看得明白它讲什么 好了 原来呢 情绪、信念、待人、接物、遭遇、运动、食物 影响人各方面 多少方面呢 大家看看 第一 影响身体每一个部分的健康 第二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线路 所以那些人情绪化 是容易 经常想一想一想一想 他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跟他理解 他经常都不发默症 你跟他说 你发默症也没用的 你经常骂人 人家不喜欢你 你没有工作 你没有朋友 你婚姻会失败 你的丈夫会离开你 你跟他说 他只是慢慢说什么 他对我不好 他骂我 他坏 他没用 他不好 全世界都不好 他永远在那儿 кат 老神经不遣 即首先会骂人 那些人age不懂得 反覆思想 不懂得反思 不懂得想法 我有沒有做錯呢? 你發現有些人,他永遠都是說人錯 他永遠不懂得說自己錯 就是因為他的老神經經常走過線路 當他經常走過線路,他也很快老人痴呆 很快他的思想不能夠正常 他賀爾蒙不正常的時候 影響身體容易有癌症 運作不正常 表觀遺傳就是剛剛我說的 遺傳因子的指令不正常 於是他不懂得告訴你 你現在要開什麼劑,關什麼劑 誰的細胞應該開 這也很容易造成癌症 因為在遺傳因子裡發生了問題 造成這些問題 於是後果是整個人的情緒 待人接物 這些人的情緒是經常失控的 待人接物 和人相處是很難有好的朋友 很難有物友的 即是親密的朋友 和夫妻也不能夠好的溝通 和兒女都只是鬧 經常都是鬧 不懂得有好的關係 人際有問題 處理事情有問題 婚姻有問題 做工有問題 經常被人解僱 健康有問題 前途有問題 人生沒有意義 然後最後跟神的關係不好 其實真的有很多問題 所以大家知道的時候 知道原來情緒化的人 是這麼大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傳呼聲的方法 怎麼樣呢 當你見到人經常有情緒問題 你就請他去看看這個影片 看看這個影片 又告訴他 原來情緒應該身體有這麼多各樣的東西 那你想不想讓人更開心 有些人他的思想已經很難改變 他說 哎呀我老公這麼壞 我沒有得開心的了 哎呀我的兒子又不要我 我沒有得開心的了 那我們希望他會聽得懂 真的可以放下的 有些東西可以更開心的 他不好已經不好那麼多年了 這個是需要他明白的 他不好已經不好那麼多年 他已經罵人罵了那麼多年 他不會被改變 他不會的 所以我們都學習不要吃他的垃圾 不要放在心上 那麼我們的人可以更開心 更開心的人會更正常的 那就是去鼓勵他了 如果不是有什麼後果呢 下面那裡人際問題 婚姻問題 憂鬱成病 人生坎坷 就是一世人都很淒涼 其實你發覺那些人有情緒問題 一生都是坎坷的 那麼好了 我們現在說一下處理情緒 處理情緒很重要就是 一定是信念改變的 這個管理情緒的ABC理論 就是說 A就是Activating Event 引發情緒的事情 B就是信念 我們信什麼 C就是後果 當一個人相信 人衰我就要罵他 別人傷害我 即是我很慘 我就要自憐了 我就要罵別人 我就不開心了 這個信念 是很多人相信的 當他相信這個信念的時候 他的後果是什麼呢 他就會經常自憐 經常都傷心 經常都不開心 但這個經文 詩篇118篇第六節 我們一起讀 有耶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麽樣呢 這裡包括一個信念 信什麼呢 有沒有人可以大聲說 他信什麼 耶華幫助我 我就信什麼 我不用害怕了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用懼怕 我不用害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 所以信念 我信神會幫我 後果是我不害怕 因為我信 人不能把我 怎麽樣 所以下面有ABC A就是有人傷害我 B就是我相信神會幫我 我就不用害怕了 但有很多人就不是 有人傷害我的時候 他信什麼呢 他信 我很慘 這個世界不公平 人家這個世界是沒得救的 甚至我周圍的人是沒得救的 我很討厭他們 他的信念是這樣的 結果他經常都在憂鬱的狀況 憤怒的狀況 有很多人因為 為什麽他的情緒有問題 因為他的信念 他信什麼呢 人罵我 我要罵他 很多人信這件事 我不罵他 就哇 著數了他 當然要罵他 人做錯事 我要指責他 其實我們可以 引導他 教導他 不用一定要罵他 不合我的心 就要針對他 我有怒氣 要發洩 我想爆 一定要爆出來 不爆我會死的 不是一定要爆 可以放鬆 可以放手 人磨砌 就很悶 就會發怒 當人在這個信念的時候 那些謊言 信很多謊言 其實這個世界的人 很多人信很多謊言 你怎麽知道他信謊言呢 你問他為什麽要罵人 你想想他為什麽要罵人 他壞 我就要罵他 那他就信這個謊言 他壞 我要罵他 很多人都信很多謊言 結果呢 關係越差 反而不合作 他說那些人壞 所以我罵他 越罵就越不合作 就不能夠解決問題 問題越來越嚴重 生命被破壞 就是因為人信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分辨和處理負面情緒的根源 即是我們負面情緒有個根源 來源的 第一就是不健康的完美主義 這個完美主義就是 你怎麽可以這樣啊 你做事怎麽可以這樣啊 當然我們想他做好 但我們越是要求的時候 我們越覺得問題 有些人就覺得 沒有他 全世界就死了 因爲他才行 他家才行 如果沒有他的方法 每個人都不行 因爲他的完美主義 一定要跟我的方式 但是他不知道 其實很多人 沒有他都不能死 沒有他一樣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不是要追求 當然在神裏我們追求完美 但是我們不是用發怒的方法 我們用溫和的方法 去怎樣去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不是錯 是完美主義錯 追求完美就是我更加處理罪 在神裏輕省 處理情緒 這是對的 但是完美主義就是 我自己不完美我就發脾氣了 我要迫自己要怎樣完美 強迫 人家不完美我就要罵他 就強迫他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 非有積敵的觀念 就是他不是贊成我 他就是我敵人 其實現在 香港和世界因為政治的對立 以前沒有那麼重要 現在對立得很重要 因為不在外面就是敵人 以前沒有那麼重要 以前不同觀念沒有那麼重要 但現在變得很重要 我們知覺這件事 第一 我們自己不要被這件事綁緊 第二 當我們看到人這樣的情況 也不要被他綁緊 自己好像一定要生氣 他說話這麼不合理 我們心裡就很對立 這個世界其實是一個對立的狀況 有些人就覺得 你和我不好就是我敵人 那時候他真的有很多敵人 因為很多人都未必對他好 有些人就是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用 所以他情緒化了 我們想回自己 是不是有些要求 第一就是要求 原理主義就是要求 要求自己要求人太多 或者和人好像是敵人 或者自卑覺得自己沒有用 第三就是負面解讀別人的說話和行為 他想害我 他想利用我 他其實是對我不好的 這個是解讀 你想哄我的錢嗎 你想哄我的甚麼 就是負面的解讀 受害者心態 我是受害的 我是 經常人都會害我的 還有否認和壓抑情緒 最後這個圖 就是要劫著嘴巴 讓他笑 就是逼自己笑 其實我們不是壓抑 是處理 不用生氣的 不用那麼緊張的 就是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了 那怎樣處理這些 完美主義 我們接受有些人 就是有各樣的問題 我們不用要求他那麼高 你越要求他 你就越激氣 我們能夠引導他 愛他 關心他 或者他會改變 有些人跟我們不贊成 我們都可以做朋友的 第三 自卑 我們的價值可以提升 人的價值都可以提升 還有人 有時他說的話 真的 他是衝口而出 他會罵人 會傷害人 但我不需要想著 他經常都想害我 有時 人有時會真的想 爆出來 想罵我們 真的罵我們 但不代表他永遠想害我們 他只是他的怒氣發出來 我們解讀 不用一定說 這個人經常都想害我 我們可以解讀 他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會想罵人 不是一定代表 他永遠都是我的敵人 還有我們 我們是有耶穌祝福我 所以我們不一定是受害者 我們都可以健康處理我們的情緒 負面情緒 可以帶來負面行動 低沉的人會有什麼後果呢 他會放棄 退縮 他不開心 他什麼都不敢 不耐煩 他就會容易傷害性的說話 會罵人 壞人 指責人 對人敏感 就會有自衛性的行動 別人一說他就說 不是啊我沒有啊我沒有啊 你說錯了 沒有哪裡有啊 這樣 就很容易反攻 有怒氣 喜歡罵人 以及攻擊人 內疚 心裏內疚的時候 就會歸咎自己 又歸咎別人 就覺得自己沒有希望了 我做錯了這麼多事 這些是裡面有的負面情緒 就是帶動一些行動出來 我們的情緒比思想更加快 就是呢 譬如我自己發覺 我的心說有人傷害我 我說不要緊 不要緊 我一直說不要緊 但我發覺我心裏都是硬著的 就是情緒是很快 會影響我的 譬如睡覺 我已經放手了 但我睡覺半夜 如果被人傷害過 我心裏醒了 覺得響著的 覺得不舒服的 在最嚴重的時候 我試過好像一把刀 好像一把刀刺我心的情況 即是心裏的那種感覺 那我就不斷宣告 神在愛我 還有一個很重要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可以開心 這一點令我開心很多 我親近神 神就喜歡 我就可以開心 我是時時都告訴自己 我可以開心 於是就幫我自己的情緒 是經常都進入一個 平安喜樂的狀態 這個德性五步曲 大家可以形容的 就是留意 我們有什麼負面思想情緒 或者任何問題 任何的罪 深信它一定有破壞性 情緒不開心 一定有破壞性 第三 用聖經觀念來處理 聖經教我怎麼做 我應該怎樣做 我一定要負面 不開心 祈禱 求主赦臉 和給我力量 由我選擇 我選擇 用正面的思想 情緒 取代負面 簡化就是 一四五 一四五 我們很自然 心裡馬上覺得 這個人真是壞 這是很自然的 這個自然反應 是一個人的自然反應 問題就是 我們是否讓他繼續掌管自己 於是我們便開始說 分辨這個情況 我留意到 我留意到 他罵我 然後我就發怒了 我留意到 不是只留意到他罵我 我留意到 我就發怒了 我知道我發怒 又破壞性 聖經的觀念說 什麼呢 不可陷路到日落 我們盡快處理我們的怒氣 人的怒氣 是不能夠成全神的意的 這是聖經的教導 我祈禱了 神給我平安 首先祈禱得力 放鬆的人 耶稣會幫我 我可以平安喜樂 我可以放鬆的 我可以放鬆的 不要緊的 我祈禱得力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讚美天父 可以拍掌 可以跳舞 多謝天父 哈利路亞 人會鬆一點 然後我選擇 既然他容易罵人 我不用那麼介意 但我們選擇完 未必代表情緒馬上康復 我們需要選擇很多次 即是告訴自己 其實他容易罵人 我不用那麼不開心 但還是會不開心 那我就讚美神 讚美神 讚美神的行動 我選擇讚美神 讚美神 開心了一點 我繼續讚美神 我有進步 我有讚美神 我開心了 那我繼續進步 我的人就不會繼續 在這個負面情緒 那我發覺是可以 一直處理的 其實我自己 即是神教導我 刻意處理 我發覺我以前 因為被人傷害 被人背後說閒話 有懼怕 在裡面有受壓迫的感覺 被壓低的感覺 但我就一直處理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神要使用我的 我就讚美神 多謝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神要大大使用我的 我又欣賞自己所做的 為神做 神歡喜的 那我一路選擇正面的情緒 那到今天為止 我是時時一祈禱 我一想到神 我就歡喜了 多謝耶穌 耶穌在愛我 那我就經常活在 這種喜樂的狀態 那我都希望大家 能夠用這個 德性五步曲 有耶和華常在我面前 因為他在我右邊 我就不自遙動 因此我心歡喜 我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就是神能夠帶平安給我們 那我們也學習 如何祈禱的時候 放手 那些罪人的行為 那些不好的行為 我們不放在心上 而很重要的是 討神喜是不難的 這是喜樂的源頭 正如我所說 是不難的 我做什麼 對的神都歡喜 我真心悔改 離開罪 天上都為我歡喜 那我就開心了 天上都為我歡喜 我就開心了 很多人犯完罪又怎樣 哎呀我又犯罪了 哎呀我又犯罪了 哎呀真是沒用了 真是沒救了 那他就一直挫自己 挫自己不代表他會好些 其實在那時候 我們就需要接受 耶穌真的赦免我 我求耶穌赦免 他真的赦免我 那我就放手了 那我就說 耶穌要給力量 我去對付罪 已經犯了罪 我們不能改了 但很多人就不是的 哎呀我又今天犯了罪了 我又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又想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又看了色情片 我一直想的時候 那人就一路一路重淡了 但我就說 我立刻求主赦免 我離開那個罪 我處理那個罪 我就感謝神了 我今天有得性 耶穌就歡喜了 雖然初頭犯了罪 但我之後得性 這樣去欣賞自己 那人就會繼續開心 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我真心祈禱 我尚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尚在我裡面 我就多結果子了 所以我一祈禱 神就喜歡 並且會加力給我 叫我歡喜 叫我有力量 我真心愛祂 祂就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體耳 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所以我愛神 真心愛神 我就知道神歡喜了 神就把好的東西給我 那我又可以欣賞自己 我真心愛神 那以後呢 將一杯涼水給小子 就是說 我願意祝福人 神一定賞賜 所以我們每天 我自己刻意這樣做 我刻意多次這樣做 我現在要多謝神了 神又歡喜了 我又可以開心了 那我就會 將那些負面情緒拿走 但很多人就不是這樣的 就算不是很煩惱那種 我形容一下 一邊洗碗 真是多事做 唉 又要洗碗 唉 做來做去都是這樣 唉 家人又不欣賞 唉 真是很多問題 總之 他思想 我們人不去想神的東西 想一些喜樂的東西 那些不開心的就會走出來 任何的東西都可以 任何的時間 人都可以出一些負面的感覺 唉 人真是很難搞 幫他 幫來幫他都幫不了 這就是負面的想法 那怎樣正面的想法 我幫他 神就很歡喜了 神就永遠賞賜我 他接不接受幫助 是他的責任 我幫他 神就歡喜了 那這就是德性 就是用一個正面的思想 取代一個負面的思想 即時欣賞自己 即時開心 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樣做法 你現在 你有沒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在裡面 負面的思想 在裡面 即覺得自己很困難 那你就告訴自己 神 是要祝福我 我現在開始聽神話 神就會幫助我 於是我就聽神話 神就歡喜了 神歡喜 我又歡喜了 這樣去選擇 這一點 稍後在小鐘的時候 大家嘗試操練一下 看看能否做到 即時將一個負面的感覺 即時用一個正面的思想取代 然後進入一個正面的感覺 正面的思想和正面的感覺 即是當你 我是有原因開心的 因為神歡喜我 所以我開心 我選擇開心 這樣做一做 可以成為一個自然的反應 那這裏我都說到 怎樣幫助人 即是幫助人的輔導 即是譬如 因為為什麼我們一會 在小組的時候練習 練習 練習幫助人的情緒 那怎樣幫助呢 聆聽他 聆聽他 和感受到他的需要 聆聽和感受的需要 體貼和回應他 我聽到你很辛苦 不要第一就教他 你祈禱 你不要擔心 你不要想那些事 你不要想那些事 你想想神 這個教導 在輔導的時候 先不要教導 而且不是教導 是引導 第三 你想不想得到幫助 這個是引導 你想不想得到幫助 第四 你有沒有試過 全部用問題方法 你有沒有試過不同的方法 幫自己呢 第五 你想不想我介紹其他方法幫你呢 其他方法就是親近神 以及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 所以我可以開心 這個是方法之一 第二 那些不好的東西 是垃圾來的 他經常都罵我 他不會改的 我們不用那麼快 沒有那麼容易改的 我不用那麼放在心上 不用介意的 那我就清理那些垃圾了 就是介紹這些方法給他 怎樣 在神裡面 放下垃圾 第六 介紹處理生命的方法 以及經歷聖靈的方法 就是怎樣處理生命 就是負面情緒馬上處理 負面思想處理 任何的罪處理 整天讚美神 得到神的喜樂 平安 那你就能夠經歷到神 以及經歷聖靈 怎樣愛慕神 即時有平安喜樂 一讚美神就有力量 好像弟兄一樣 我為祈禱回去就改變了 那這個就是禮物 是神賜給我們禮物 我們就去常常活在聖靈的充滿之下 那就來幫祂的生命 去幫祂 即是我們祈禱可以經歷聖靈 就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 興省 那你的生命就改變了 你就選擇去處理生命 ok 一會兒這張照片我會留在這裏 這個就是我們一會兒用的 就是用來討論的 那好了 習慣我們不說了 現在時間關係 那我們就討論問題了 那用這個經文 有用來幫助我必不具派人能版 就是這樣 很多人有些錯誤的信念 人們罵我 或者做錯事 我心裡就會不開心 會駁他、罵他 那這些 怎樣拆解這些信念 譬如我們心中有這些信念 你有沒有呢 怎樣拆解這些信念 那有些人 就會有些信念 令他容易對人不滿 即是他經常都會看到人的不好 他的完美主義 非有即敵 他會對人不滿 怎樣去拆解呢 那有些什麼信念 幫助我們不怕人 以及不受人的影響 譬如說幫助我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的 以及處理情緒的A、B、C 我的信念改變 我的情緒都會改變 還有這個簡單輔導過程 那你試下輔導一個人 去幫助他 去怎樣應用出來 我稍後就展示這張照片出來 好 我們一起起床祈禱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這一陣子 如果你有什麼負面情緒的 被人氣壞 有不開心 有覺得 家裏或者生命裏面有些困難 於是心裏面有一種沉悶的感覺 沉悶都是情緒 有些人不是大怒 不過經常都是一種沉悶的狀況 即是有一種沉悶不落 如果我們有這種感覺 我們都說 神給我有喜樂 有積極的心 我是生命可以改善的 不用舉手了 好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神你是喜樂的神 我們來到神那裡都可以喜樂的 我們可以選擇喜樂 因為我們做任何事 合乎你的心 你都喜歡 就算我們未曾完美 我們只要悔改神就喜歡了 我們只要親近你 你就喜歡了 我們只要遵從你 你就喜歡了 我們處理生命 你就喜歡了 所以我們可以學習 處理我們裡面所有任何的垃圾 求主幫助我們 在耶穌裡面有平安 有喜樂 有力量 幫助我們反思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負面的情緒 在影響我們呢 我們有沒有一些不開心的感覺 影響著我們呢 我們有沒有因為一些人的問題 而煩惱呢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放手 這一陣子我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去想一想 可能有些影響著我們的情緒 一些沉悶的感覺 好像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希望的感覺 覺得煩惱 覺得不開心 因為很難幫助一些人 在這一陣子我們求主幫助我們處理 或者被罪困擾 帶來一些內疚 或者覺得不開心 因為罪的困擾 求主幫助我們處理 求主幫助我們用聖經的正面觀念 去處理我們裡面有的任何負面的情緒 任何負面的信念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求主幫助我們處理這個自卑感 幫助我們處理那些受傷害的感覺 如果我們被人傷害了 所以一直都覺得受傷害 覺得自己很苦 求主幫助我們深信我們是寶貴 我們是重要的 求主加力給我們 求我們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靠著耶穌能夠用正面的思念 正面的信念和情緒 來取代那些負面的 我們靠耶穌可以有喜樂 因為我們一親日你就喜歡了 我們親近神神就歡喜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耶穌你是最美善的 我們有耶穌萬事足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求主的喜樂 充滿我們的心靈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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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 多謝天父 大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